我刚从泰国回来说说我这次带的这个低价团的感受 第一团费低 1999泰国的六晚七天 打折以后999就能让你出去玩 你就想吃得住的他能有多好 第二导游压力大 我是出国领队带着出去的 我是有补贴的 一天三百块钱 当地的导游接完我 这六天的行程走完以后 我帮他算了一下这些购物自费的账 他还亏六百多块钱 所以他的服务态度是逐步下降的 第三购物店贼多 那真是一战又一战 一战又一战 每战都得听讲课 每战都得听讲座 虽然没有强制消费 也有规定的时间 但是这一战一战的真的挺烦的 第四就是游客真的是太差了 东西什么都不买 每天晚上还打车去那些风月的场所 还说导游讲的次 还说导游不行 还嫌我们服务差 等于就是什么钱都不花 导游说话可能稍微过分一点 他就有点烦了 甚至掏出手机就要拍照 可能这就是职业游客吧 我衷心的劝告各位 价格是唯一的筛选器 我在欧洲带的客人 三万五万出国玩的 和这种999的客人 真的完全完全不一样 客人本身的开心程度 他也完全不同 所以现在旅游行业有多么的难 他们中间赌博的有多么的大 大家其实心里要清楚 所以你想有一个好的假期 想有一个好的体验 想有一个完美的旅行 我建议还是把你的预算加高一些 你找不到我耳朵